畫面上是國光客運基隆站 雖然在離封時間 旅客人數還是相當的可觀 顯示在降級之後 客運班次的需求逐漸恢復當中 因此立委蔡世音特別邀請了 台北市區建立所副所長邱素貞 台北區建立所副所長戴方方 國光客運總經理簡有正 董事長特助陳永昌到現場會堪 希望盡快來恢復原本的班次 滿足民眾的需求 我們的疫情從三級降為二級之後 有許多的民眾原來是在居家上班 或者隔日上班隔週上班等等不一定 可是因為疫情的減緩 大家要到回到他的工作傷害的過程當中 交通旅運的需求就變得非常的 需求就變得非常的大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包括我辦公室這邊 還有基隆市政府這邊 都有收到許多的需求 希望能夠盡速來恢復相關的班次 所以我們特別今天來到這邊來跟國王客運來洽談 也能夠了解 我們的交通運輸業者目前對於整個交通 旅運狀況的一個恢復的情形 那剛才按照建立所 以及國王客運目前全國的交通 旅運的初步的調查來看 目前整個三級的疫情 降級為二級之後 目前全國的交通運輸恢復需求量最高的 就是基隆台北的這一條通勤路線 那基北的通勤路線現在是全國需求運輸量恢復最快 在這個狀況之下 許多的客運業者也把這條路線的征班 列為重要的項目工作項目之一 那剛才國王客運表達非常清楚 基北的幾條主要的通勤路線 他們的目標在尖峰時間之內 能夠恢復到疫情前80%的這樣的運輸量 那我也期許他們在這個禮拜 下禮拜能夠盡速的完成這樣的一個 交通旅運的目標運輸量 這樣子的過程當中可以讓更多的朋友 在交通旅運的需求上面能夠更加的方便 那此外呢 他們也會逐步在擴撐其他的班次 那目標在這半年之內 把所有疫情前相關的交通旅運的目標班次 全部都完成 包括把離封補到百分之百 或者尖峰時間也開始增加運輸量等等 那當然除了國王客運之外 還有許多其他的交通運輸業者 那我這邊也要拜託我們的兩位監禮站的副所長 也能夠來責成其他相關的業者 也能夠按照國王客運剛才的旅運目標的部分 能夠在下個禮拜之前 希望能夠達到尖峰時間 能夠恢復到七成到八成的運量 那半年左右的時間 能夠恢復到完全的運量的服務效果 讓更多的市民 更多的好朋友 在搭乘大眾運輸的過程當中 能夠得到應有的這樣的交通旅運的方便性 那我想這是我們今天來這邊會看 我也非常感謝我們幾位業者 還有兩位的副所長 能夠以這個目標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記者黃仁生採網報導 我們來看這四個目標 你能夠散ier 收窄